嗨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聽歌職業幣系列 這系列我為大家聽一首歌 並且用本分析的方式來解讀歌詞 前一陣子我跟台灣爸的一些朋友去唱歌 有位朋友就點了這首成立的奇妙能力歌 我說我完全沒有聽過 結果朋友立刻斬釘截鐵的跟我講說 你一定會喜歡的 一聽下去果然非常有意思 嚴格說起來這首歌並沒有講什麼太複雜的東西 但整體的效果非常好 有一種設計的很棒的極簡風的感覺 從頭到尾他只運用了文學創作裡面 三種基本的技術 重複 翻轉 變奏 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來看看他如何靠這個俐落的三板斧 營造出一個非常有韻味 而且不會單調的一個氛圍 好第一段進來呢 我們連續看到三個奇景 沙漠通常不會下雨 然後大海很難親吻鯊魚 黃昏跟黎明基本上是兩個時間段 他不會連在一起 他不太可能追逐 敘事者卻說呢 這些東西他通通看過 並且在看過這些奇景之後 最後一句寫的是沒看過你 好這就是把你跟奇觀並列了 你就像沙漠的雨一樣難得 甚至更難得 因為我還沒看過你呢 我連前面那些鬼東西都看過 你當然是更稀奇的 而在這一段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基本的文學上的招式 第一就是重複 透過三個連續的看過看過看過 他會帶來一種聲音跟意義上的懸繞效果 這是所有文學梅干裡面最最基本的一招了 就是人類很奇怪 只要聽到重複的聲音 就會感覺到很開心這樣 就算是不識字的小孩 他也常常會咿咿咿咿咿 然後翻來覆去發出一些同樣的聲音 那不信的話你觀察一下路邊的小孩 或你家的親戚小孩就知道了 然後就只要這樣子給他一個重複的東西 他就會自己笑得很開心 那當然重複除了會讓人本能的開心以外 也能夠加強人的印象 所以當聽眾因為三個看過 而有了一個蠻強烈的印象之後 最後接一個沒看過 你就會感覺到這個沒看過特別的亮眼 特別的重要 仔細想想看 第一段的四個句子當中 唯一一個沒有畫面的 是不是就是第四句 他完全沒有具體描述 沒有鯊魚沒有沙漠也沒有魚 可是一般人聽完這一段 通常最容易記得的會是哪一句呢 剛好就是最沒畫面感的第四句 這就是翻轉會帶來的一個效果 即便是再普通的東西 你前面先做一點鋪墊 最後再把它翻過來 你把它放在那個翻轉的位置上 就能夠有效的吸引讀者的注意力 我知道美麗會老去 好接下來這一段同樣有重複加翻轉的手法 只是從看過看過看過變成知道知道知道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這首歌 至少做了兩個層次的重複 第一個層次在每一段歌詞內 自己有三個重複 它會有一個關鍵字一直來 第二個層次是各段歌詞之間 它也會有很像的四句的結構 三長一段這樣的四句重複的結構 它連最後一句會翻轉這個結構 都挪過來了 就完全是一樣的 這就是一個很聰明有效的設計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同一個層次的翻轉 那很簡單嘛 誰都會連續三個四個五個聽到我隨便聽都有 但是我換個詞 但是我在不同的段落裡面 用類似的結構 那就會帶來一個加層的效果 有兩個層次交互運用了 並且如果我們把第一段跟第二段對照起來看 你會發現第三種招式 變奏 重複其實是一種雙面刃的招法 反覆回旋會帶來好聽的效果 這很簡單很基本也有效 但聽久了會煩 你往下聽了之後很快就會發現 這首歌的每一段都是四句一組 四句一組 如果還一直用同一招 完全不做任何變化 你很快就會膩了 所以呢 作詞者就安排了變奏 注意看 第二段的第二句 跟第一段的第二句 是不是長得不太一樣 如果你依照第一段的寫法 應該是連續三個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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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句應該也是我知道 可是在第二段這裡沒有 他寫的是這樣子的 第一行 我知道美麗會老去 第二行 生命之外有生命 開頭換了 是生命之外有生命 變成了一個比較長的 連綿到第一句的一個句型 這就稍微變奏了一下 讀者呢 乍聽過去 其實不會像我這樣這麼無聊 一句一句在那邊做分析 他只會覺得 感覺上其實是差不多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讀者就會覺得 好像也沒有那麼容易你 因此呢 我們可以把這首歌的每個段落 都簡單的區分為A型跟B型 A型呢 就是第一段 你看第二行就知道了 第二行就是連續重複 連第二行都重複的 這就是A型 那B型是什麼 B型就是第二行沒有重複 它是一個連接到第一行的長句 這稍微變奏一下 這個就是把它稱之為B型 我們可以一起聽下去 來觀察一下 每一段到底是A型還是B型呢 而最後這個A跟B的分佈 有沒有一個邏輯 或者是模式在呢 我聽過荒蕪變成熱鬧 聽過塵埃埋城堡 聽過天空拒絕飛鳥 沒聽過你 我明白眼前都是氣泡 安靜的才是苦口涼涼 明白什麼才讓我驕傲 不明白你 好 我們接下來稍微加快速度 一次聽兩段 你先分析一下結構 我們剛剛聽了這第三段 跟第四段是什麼形態呢 沒錯 又是一A一B嘛 所以如果你把一到四段的結構 都指認出來 你就會發現 剛好是非常整齊的 A B A B 巧合嗎 我不這麼認為 這一定是經過設計的嘛 好 那除此之外 我們如果觀察 A型跟B型的內容 你會剛好發現 這兩個型的寫法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仔細想想看 A型是不是有特別多的奇景或奇觀 B型則是比較專注在 個人的情緒描寫呢 比如說來第三段 A型 荒芜變熱鬧 塵埃掩埋城堡 天空拒絕飛鳥 這都是很大的景嘛 但也就是說起來 它沒有在寫作者 就是雖然我們都知道 這些景都會投射到作者的內心 可是作者本人的情緒 是沒有被描述的 那B型呢 B型就在講 好 驕傲 苦口良藥 我明白你不明白你 這就是在描述敘事者的情緒了 它幾乎沒有畫面 你要硬要說有啦 有一點點畫面氣泡 可是它的畫面就沒有像A型那麼華麗 所以以這樣的邏輯去看呢 你會發現這個A型跟B型 一方面是結構上的重複 一方面是結構上的變奏 然後每一段裡面 富含一個小小的這個翻轉之外 它的A型跟B型本身的內容 也有一點點微妙的變奏在裡面 那你通常有邏輯去看 第一段的A型B型兩個段落 你會找到一樣的東西 不切換給自己回頭聽聽看 我拒絕更好更遠的月亮 拒絕未知的瘋狂 拒絕深色的張揚 不拒絕你 我變成荒涼的景象 變成無所謂的模樣 變成透明的高橋 沒能變成你 好 來 再接兩段 前四段是ABAB 對吧 那如果依照前述邏輯 這裡是不是應該很合理 也會接上AB呢 但仔細看 這是AB嗎 沒有啊 這也是AA哦 所以你會發現 變奏中還有變奏 它還是偷偷挪了一下 這偷偷的就轉了一次了 這就是這首歌很細緻的地方 每個東西一旦形成了模式之後呢 它很快就會偷偷換掉 你乍聽之下覺得它都是一樣的 類似的句子的反覆來回 但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也沒有覺得很煩對不對 這種微小的調度 就是秘密之所在 偷偷加料了一下 你講不清楚 但你知道它變了 此外 這兩段的內容 也開始做了一個更大的佈局 第五段的我拒絕開始 就明確的講出我對你的渴望 這是前四段都沒有明講 前四段我聽過你 我明白你 這是比較遙遠 但我現在已經能夠選擇 要不要拒絕你了 它已經距離你比較近了 然後這個段落的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伏筆 到了最後會回扣回來 而第六段 我變成的三個意象 也很精準的表達出 我沒有你或不是你的這個我 如何對其他人完全無感 格式是類似的 可是內容的力道跟情感強度漸漸加強 這個我想如果你常常看 《聽歌職業病》系列 你應該很熟悉了 這幾乎是所有共有的手法 創作人都會選擇把好料放後面 就是你知道人有時候吃東西的時候 會選擇喜歡的先吃 還是喜歡的後吃 這是兩種不同的性格 但對於創作來說 幾乎都是喜歡的後吃 重要的東西往後擺 前面一上來不會給你太猛 一定是慢慢往後壓這樣 好 你應該是已經非常熟悉了 講到這裡 你可以猜猜看 我們已經一路這樣走過來了 ABABA 那接下來下兩段 它的結構是什麼呢 猜一下我們再繼續往下聽 我們印證一下 我聽過空間的回憶 雨水下雨孤山裡 你我被阻撞的意義 你沒聽過你 我抓去散落的日光 你千千的路雨讓我緊張 我跳出世界的強項 你沒抓住你 猜對了嗎 這一次是BB對不對 是不是非常工整呢 ABABABB 既重複又變奏交錯進行 並且第七段再次出現了聽過 有沒有 這是第三段就出現過的動詞了 所以你看它默默的拉了一個重複 往前去連這樣 動詞重複可是內容全變了 用字呢比之前更加濃厭 雨水焦慮孤山林 略帶一點點文言的腔調 但由於是點綴性質的 所以就剛好可以帶來一點 雨感的變化 這是好事情 如果你整首歌都這樣塞的話 就會變抖音鼓風歌 而且仔細想想看 雨水把一座山焦慮了 這其實是好事啊 就像接下來這一段 潛捲也是好事啊 對不對 我跟對方有潛捲 你不是很渴望對方嗎 但由於每一段的最後 都是一個否定的翻轉 所以剛好可以呈現出 這些好事都是不屬於我的 這種哀傷感 我包容六月成全皆兵 包容不老的生命 包容世界的痴疑 沒包容你 沒包容你 我忘了只剩變去孤島 忘了也沒不過是想要 忘了百年不捨好好 沒能忘記你 我想要更好更遠的月亮 想要未知的瘋狂 想要深色的張揚 我想要你 好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來整理 整首歌的11段的結構了 前面的8段是ABAB AABB 然後最後的3段是什麼呢 來看第二句 全部都是重複的結構嘛 對他沒有拉長句 所以是AAA 聽起來很合理嘛 對不對 但等一下 真的嗎 再看一次 有沒有發現哪裡怪怪的 有的 最後一段的最後一句 其實還不太一樣 所有的段落 在前面的10個段落裡面 每一段的最後一句 都是沒有 否定 他都是翻轉 結果呢 最後這一段是我想要 我不是沒想要你 我想要你 是正面的 好 所以 雖然在最後這一段 第11段本身的4句話 沒有翻轉 可是由於他是 唯一一個全部正面的 所以其實相對於前面的10段 的最後一句話 前面10個10段都有最後一句話嘛 一路否否否否否否過來 這裡突然給個正面 所以這句話本身又是一個翻轉 好這就是翻轉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翻轉只要有一個背景值 有一個基礎 你就可以翻 你可以從A翻到B 然後A翻到B之後呢 下一次翻A 你會覺得 這就是從B來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那邊 轉來轉去翻來翻去 只要它的結構上有對應 它就會達成翻轉上的效果 所以一路 沒沒沒沒 欸這裡有 這也是一次 重複到翻轉的一個過程這樣 而這一次的翻轉呢 最終達成了一個巨大的告白 就是我想要你 所以它其實是主題被顯現的一瞬間 那因此呢 你看第11段 你要說它是A嗎 不對啊 我們過去A的結構 連續三個正面的重複 然後再加一個翻轉嘛 這裡沒有啊 這裡有四個重複 所以我會認為 它其實不是A 也不是B 因為第二句也沒有這個變成長句 它應該是C啊 它應該是另外一種形態 所以重新整理一下 它真正的結構是 ABAB AABB AAC 你只要稍微把它列出來 看一下你就會感覺到 哇好整齊啊 真的是一個好漂亮的一個結構 排兵佈陣成這樣 就很像是這個 將軍在幫這個文字佈陣 那擺的完全對稱這樣 然後又有錯落變化 很漂亮 而且更細緻的一點呢 你可以感覺一下 最後一段的月亮 瘋狂 張揚 全部都跟前面的第五段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第五段講拒絕 這裡全部改成想要 那同樣的意象呢 它換了一個方向相反的動詞 結果竟然可以合 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設計 當然這個設計不是太新 但是 你可以感覺到這種文字的磨能兩可 文字本身不精確的地方 反而可以體現出人類在那邊來來回回 模糊難變的心思 這是一個文學很常使用的一個 也是一個手法這樣 最後一個我們可以思考的地方是 我想要你的這個告白 放到最後的時候感覺 好像還蠻有力量的嘛 把這個主題點名了 讓我們知道這首歌到底要說什麼 但仔細想想 我想要你這種東西 這個主題跟想法 不是所有情歌幾乎都有嗎 這句話本身其實本身一點都不厲害啊 你如果把這句話放到前面去 然後在任何一個地方突然出現 我們大概只會覺得 你喜歡它 收到 我知道了 So what 但為什麼放在整首歌最後 會反而覺得好像還蠻有力量的呢 好 這就是為什麼前面十一段 前面十段 要把結構跟意象弄得這麼華麗 排得這麼複雜的原因 這前面十段十一段的結構跟意象 是為了把敘事者的心理狀態 寫得很飽滿 一旦敘事者的心理狀態已經夠飽滿了 我們最後就不用耍什麼花招了 我們直球對決就好了 他就可以有一個夠大的力量 有一句話叫做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創作裡我們會反過來思考 如果我要表達主題很普通 只有一根稻草這麼簡單 就像這樣 我想要你超普通的 超普通的 就跟稻草一樣 那怎麼辦 答案是 在你的駱駝上面 先放很多的東西 你把夠多的重量先壓上去了 就像前面這十段的這個結構布置一樣 我都放上去了 最後我再拿出一根稻草 叮 放上去 這時候駱駝就會垮了 力量就出來了 在這首歌裡 我們大費周章分析出來的這個 ABAB AABB AAC 這些東西 還有種種的奇觀 奇幻的意象 就是那些重量了 而我想要你 就是我們最後的那根稻草 眾如泰山的一根稻草 聽到這裡 你也許會發現 我幾乎沒怎麼在解釋這首歌在講什麼 我全部都在拆解結構 對不對 這是因為這首歌本身的主題跟內容 其實就很單純嘛 我們剛剛說過了 即使它的意象還蠻有詩意的 其實我蠻喜歡它挑的那些意象跟奇景的 不過你自己看就會看得出來了 應該不需要我特別解說 它沒有什麼需要解釋的地方 它還蠻直接的 它真正用心的是在結構的布置上 徹底利用了重複翻轉變奏 三種文學基本技術 而且不只是有用到 是用的很細緻 所以它營造出了很不錯的效果 那這是我還蠻佩服它的地方 因為這三招都很簡單啊 跟它講的內容一樣都很簡單啊 但有的時候藝術就是這樣 它不是最複雜的一定會最厲害 複雜的東西很值得尊敬 我也喜歡很多複雜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在各種的條件 都調整得非常濃鮮和度 抓得非常精準的情況下 有的時候簡單的東西 就會有很大的威力了 它就是這樣的作品 就是三招簡單的東西 加上一個簡單的主題 然後但是組得很漂亮 試著努力的去把它這個營造的夠細緻 就會有好的效果 那聽到這裡呢 你也可以想想看 在這反覆回旋的11段歌詞之後 這首奇妙能力歌 所暗示的奇妙能力到底是什麼呢 有什麼是蓄勢者做得到 又有什麼蓄勢者做不到的呢 那假設聽完今天的影片之後呢 你拆解結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給你一個小小的回家作業 在台灣的高中國文課本裡面 曾經收錄過 可是現在還是有一些版本 有收錄過一篇文章 是阿勝的火車與稻田 這篇散文 這篇鄉圖散文呢 看起來也是一個很普通的 在講故鄉變遷的一個故事 但請你仔細去找裡面 重複出現的元素 看看哪裡有重複 哪裡有變奏 哪裡有翻轉 一樣的這三招 一樣用我們今天的方法 把每個段落的結構圖畫出來 我想你會有一些 非常有趣的發現 好 那今天的聽歌 直接給你影片到這邊 如果你對今天講解的文學原理 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我跟台灣爸合作的 文學解剖術課程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呢 我們在課程裡面 都有更進一步的 這個解釋跟舉例 連結我會放在留言區 最後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追蹤開啟小鈴鐺 或者加入會員 支持我們做更多影片 我們下次見